好的 欢迎来到比赛分析环节 我是今天的分学员九天 那么首先还是要恭喜E-Star 让一追二成功 战胜RNGM拿下比赛胜利 那么在第一场比赛当中 其实给到我的印象非常深刻 因为在我觉得RNGM即将取得胜利的时候 E-Star给到了我一个惊喜 当我觉得E-Star要取得胜利的时候 RNGM又一次给到了我惊喜 到底是怎样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一场的一个比赛 我们来看一下15分21秒这波团战 RNGM这个全员正在进攻 黑暗暴军 而E-Star看到之后 马上选择进行来骚扰 我们可以看到关羽的这发入场 是撞到了敌方的两个后排型英雄 随后几番的冲撞 是将暴风锐的一个不知乎无秒掉 而在此时我们可以看一下 地图上的这样一个位置 鱼姬是被赶离出了一个团战范围中心 正面战场上 其实E-Star是一个五打四 但是RNGM的老夫子 也就是梁臣表现得非常出色 一发大招 是捆住了伪装的一个孙并 那么这样来的话 双方的一个中单位是进行了一个互换 场面上形成了一波四打四 但是接下来我们要看的一个选手是谁 就是E-Star这个星辰 也就是他的孙上香 这场团战当中 孙上香的一个走位非常好 打出了成敦的输出来 但是由于正面战场上前排死亡的过快 并且E-N的达摩发育的实在太好 给到他的压力太大 所以这波团战E-Star还是打得有一些难受 选择了撤退 E-Star火火和星辰选择撤退之后 接下来我们可以看一下梁臣的老夫子 又一次亮瞎了我的眼 一发闪现 是闪到了火火边上 勾引到了星辰的一个注意力 结果星辰这波孙上香是翻滚了出来 被鱼姬抓到两箭带死 而我们看到兽臣一马当时顶到前面之后 吼吼吼不忍心卖掉自己的队友 跳了上去 结果被牵连到一箭穿死 这波团战RNGM的前程 拿下了一波三连决胜 为自己的一个前中期 占据了一定的优势 但是在21分46秒的这波团战 RNGM就有一点点成员出疲软的趋势了 因为在阵容上来看的话 E-Star这边有的一个孙上香 还有关羽以及张飞之三个英雄 突进控制以及输出都能够打到位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波团战 其实孙上香早早的就已经交出了第一条命 这条命是被伊恩给带走的 而我们看一下场面上的一个兵线的情况 在下路主宰先锋已经是推到了高地之上 所以伊恩这个时候果断是放弃掉了孙上香的目标 来到了下路高地面前去选择带线 而在孙上香的第二条命站起来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 由于自己的一个走位和输出非常的爆表 正面战场上RNGM已经是处于一个打不过的趋势了 好在伊恩在下路兵线带得非常开心 配合着小弟破掉了敌方的一个高地塔 我们看到虽然说兽神是及时的回到了家中 但是由于血量真的是偏低只有三分之一的血量 而伊恩的手上又是握着一个大招 这个大招马上就好了 有了大招的情况下 其实兽神是打不过伊恩的 随后我们可以看到伊恩一发大招 拳到墙上之后再配合二段的一个突进 将这个兽神秒掉 随后一波带走了这个伊斯特尔的水晶 那么最后还是要恭喜叫RNGM拿下本场比赛 这个恭喜RNGM拿下第一场比赛胜利 伊斯特尔在后面两局当中 也是凤网之前连班两局 最后非常感谢所有的队伍 我们带来今场的三场比赛 接下来让我们把画面交给解说西